接着新闻镜头来到玉里镇 玉里镇代会定期会 宪政总咨询议程首日 正代表姜文博 以自身经验咨询政长公文俊所提 提升南区医疗服务品质的竞选口号 他指出口号喊得正天响 却没有见到任何明显的改善 尤其遇到重大伤病转院后送的过程 缺乏一条便捷的快速道路也是枉然 要求政长公文俊能够想办法 确实落实竞选政见 透过照片 正代表姜文博咨询指出 镇内14座大小不一的公园绿地 不论通行步道 公园修气设施 还是绿树直在景观 似乎都如同没有维护管理一般的杂乱荒废 直接为玉里镇的观光扣分 政长 过去你给我的印象有没有 你是一个非常 非常会整齐敬畏的一个政长 那我们这个环境 还是需要政长来努力 政长麻烦你可以 另外对于政长 公文俊当时喊出提升南区医疗服务品质的竞选口号 政代表姜文博以切身之痛咨询认为 口号喊得正天响 但是医疗人员流动率高 缺乏一条便捷的救命道路等问题 至今仍未有显著改善 请政长公文俊说明 可以用比如说啦 你去寻求一下 用医疗执政策 最近我们的并领年轻 南区啊 南区有四五万年嘛 我需要这个 政长 这是比如说啦 那有更快的一些你的idea 可以在第一时间呢 往八年去 像 我过去我的老母亲 原来人 你看人 在这一个送离的医疾 不做来 有什么意思呢 那这种 是不是可以 救了一密码 是照 激情的 交通的便利性 就是 所谓的 应输 医疗应输的这个 快捷性 以及我们在地医疗的设施 跟 转应体的 这些提升 这是要并行的 因为为什么 我刚才说过 现在最 最黄金 需要救助的 一个是心脏 一个是脑科 其实这些 一发生以后 你移动 是非常危险的 龚文俊进一步说明指出 在地三大医疗院所 不论软应体设施 都不断精进 也赞同 华东快的辟检计划 希望能逐步落实竞选证件 江文博也肯定 但对于地震灾后 观光的振兴 为人诟病的 玉城部落聚会所 后续如何加强改善 以及中山路商店圈 排水问题等等 咨询要求 政公所相关 客室能重视 进一步来加强改善 记者是 李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